好 整理一下勾刚刚勾的这个边缘 沿着边缘稍微拉扯一下 这个作用它就是让这个织片变得稍微平整一点 因为每个人的手松紧不一样 勾得太紧或者太松 它这个织面会不平整 我们拉扯完之后拿出换色的毛线 就是这个主体花瓣主体的色 我刚才在那揪了半天 然后我发现我没有点开始 然后线都全拆了 重新开始 来 开始第四圈 第四圈我们需要在内半针勾织 然后先找到一个完整的针目 一个完整的针目是由两根线组成的一个V字形 然后这两根线 面朝我们 离我们比较近的这根是外半针 离我们远一点的就是后方的这根线 它就是内半针 来分别分辨这个织片 这里是正面织片 然后这是反面织片 反面织片就是我们刚才起针 然后遗留个线头在后方 这里就是反面织片的纹路 这里是正面织片的纹路 然后我们正面织片朝向我们的针目的上方 这样来分辨 这里是外半针 然后后边的第一根是内半针 一会儿我们需要在这一圈的内半针 每个针目的内半针入针来勾织 来先找到第一个针目 也就刚刚我们引拔端线的位置 找到这里 这个针目这是一个完整的针目 两根线组成 那我们这一圈入针的位置 是在这个针目的后边这根线里 也就是内半针里入针 把这个需要接的线拿过来绕上 把这个线头压在钩针的上方压住 需要藏线一会儿 然后再把这个需要接的线压在这个钩针的后方 绕线拉出 先勾两个锁针作为一个起立针 第四拳勾织的规律是 两个长针和一个长针加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把这一圈勾完 来我教大家勾长针的方法 现在勾针绕一圈 然后同样还是在第一个针目的内半针 也就是刚刚我们起立针的位置 入针勾一个长针 拉出 拉出现在勾针上三个线圈 我们刚才学的那个是中长针 中长针到这里之后就是绕线 一次性穿过三根线圈 长针的区别就是 绕线我们先穿过前两个线圈 现在勾针上还有两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这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长针的勾法 然后在第一个长针的针目上 挂上交扣 第一个是长针 好 再绕线我们穿到下一个针目的内半针里 勾一个长针 同时这两根线 同时这两根线放在勾针的上方 压住 长线 好 绕线拉出 再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绕线穿过后两个线圈 这是第二个长针 再绕线穿入下一个针目的内半针里 同时藏线 好 这个针目需要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勾两针 两个长针 一个长针加针 我再来演示一遍 穿入下一针目的内半针里 先勾一个长针 再穿入下一针目的内半针里 挑半针 我不要挑错了 我挑错了 然后再勾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勾完之后 需要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穿入下一针目 勾一个加针 两个长针 一个加针 已经完成了两组 然后我们勾 内半针 它从外形来看 这里突出来一根线 这就是我们刚刚 没有勾支的那个外半针 针目的外半针 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外形 长线的话 其实因为每针都长 长到这里就可以断线了 可以把这个多余出来的线头 给它剪掉 还有刚开始 我们环形起针的线头也剪掉 好 按照两个长针 一个加针的规律 把这一圈勾完 勾到这里 勾完之后 第一针引拔 然后我们开始准备勾 第五圈 第五圈的规律是 四个长针 两个长针 加针 就按照这样的循环 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先勾两个锁针 也就是起立针 好 先勾四个长针 然后线 这一次我们就勾完整的针目了 就是这个V字形两根线 同时穿入 不再挑拌针 同时穿入勾支 这一圈全是 就后边全是 先勾一个长针 并且在第一针挂上记号扣 下一针目勾一个长针 二 再下一针目勾一个长针 三 再下一针勾一个长针 四 好 四个长针勾完之后 我们需要连着勾两个长针的加针 先勾第一个加针 同一针目勾两个长针 好 一个长针加针完成之后 我们在下一针目 再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这前面学过了加针 学过长针之后 然后其实到这里 大家已经明白了 一 二 三 四 四个长针 然后两个长针的加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就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勾到最后一针的针目就可以 第五圈勾完之后 我们开始勾第六圈 第六圈 我们就开始勾这个花瓣的弧度了 然后我们先勾一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先在第一针目里勾一个短针 我来教大家勾短针 勾针穿入刚才引拔的第一针目里 绕线 拉出 现在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再绕线 一次性穿过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勾法 在第一个短针上挂上记号扣 好 第一个我们勾短针 那下一针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的高度比这个短针稍微高一点点 来我们绕线 下一针目勾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是一次性穿过三个线圈 它这个针的高度比这个短针稍微高一点点 就是这样的话 用这种方法我们来形成这个花朵的边缘的弧度 好 下一针我们来勾一个长针 长针不要勾错 先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后两个线圈 看一下短针中长针和长针 它三个针目的高度就是一个阶梯形状 然后下面我们勾两个长针的夹针 绕线传入下一针目 先勾一个长针的夹针 好 再穿入下一针目 再勾一个长针的夹针 一个针目里勾两针 好 两个长针夹针勾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勾一个长针 长针勾完之后 再下一针勾一个中长针 就大概应该都明白什么意思了 就是我们这个花瓣这是顶点 然后这是边缘 到这里之后我们再下去 把它画一个弧度出来相当于 中长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下一针就是短针 看一下这个形状 这就是一个花瓣的圆弧 这就是一组花瓣的这个勾法 然后我们这一圈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勾六组 我再来演示一遍 第二组同样第一针还是需要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勾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之后勾一个长针 短针中长针长针 勾完之后连着勾两个长针的夹针 然后我们再来演示一遍